作为影史最经典的怪物形象 异形给我们带来了太多惊喜 从第一部异形初次登场的震撼 到第二部异形女王的出现 每一部都让人记忆深刻 而1992年的异形第三部 口碑虽然远远比不上前两部 但其7.1的评分在同类型的电影中 依然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这个女人和异形的故事还在继续 在第二部的结尾 幸存的几人好不容易打败异形女王 可在返回地球的途中 却再次发生了意外 异形女王不知何时 在飞船的角落里留下一颗蛋 一只暴脸虫出现在镜头前 在攻击休眠舱的过程中 其带有腐蚀性的强酸血液 瞬间烧穿地板 导致飞船发生了火灾 还处在休眠状态下的雷普利 毫无察觉 好在飞船的安全系统 及时做出反应 将休眠舱送进逃生舱 弹向了外太空 这附近刚好有一颗 名为复仇161的星球 因为处在银河系的边缘 是人类用来开采矿石的地方 但现在却成为了一颗 流放危险犯人的外星监狱 逃生舱很快穿过云层 静止砸进了大海中 此时一个男人刚好从海边经过 发现了掉落的逃生舱 还发现了被海水冲到岸边的雷普利 男人迅速上前 发现对方还剩下一口气 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时 急忙将雷普利带到了基地内 同时吩咐基地里的犯人 赶紧去海边的逃生舱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幸存者 犯人们牵着老牛来到沙滩 将海中的逃生舱拖到了岸上 可遗憾的是 其他人都已经在事故中死去 得知情况的监狱长 第一时间就将此事上报 给了雷普利所在的维兰德公司 公司表示一周之内 就会派救援队前来救援 随后监狱长又召集了基地里所有的犯人 召开了一场管制会议 毕竟这里都是一些穷凶极恶的罪犯 而且都已经几十年没见过女人了 突然出现的雷普利 无疑犹如羊入狼群 势必会引起大家的躁动 所以为了防止悲剧发生 监狱长一边警告犯人们不要乱来 一边告诫将雷普利救下的男人 也就是监狱里的医生 一定要看管好他 在救援队到达之前 不要擅自离开医务室 很快在医生的精心照料下 雷普利终于醒了过来 因为是被强行唤醒 此刻的他变得非常虚弱 而医生也将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得知逃生舱内除了他以外 无一人生还 雷普利顾不上身体的不适 急迫地想要搞清楚 飞船出事的原因 于是在医生的陪同下 他来到了残缺不堪的逃生舱里 根据医生所述 士兵希克斯下世死状凄惨 是在逃生舱坠落时被残骸撞死的 生化人主教更是面目全非 尸体已经被他们丢在了垃圾场 而被雷普利视为女儿的小女孩 则是在坠落后被溺死的 听到这里 雷普利顿时伤心欲绝 可就在他抱着休眠舱痛哭流涕时 却看到小女孩的休眠舱门 有被俯视过的迹象 他顿感大事不妙 赶紧来到存放遗体的停尸间 准备查清楚小女孩的真正死因 因为他怀疑他们的飞船 是因为疫情坠毁的 为了不引起恐慌 雷普利并没有说出真相 只是说小女孩可能感染了某种病毒 需要马上进行尸检 虽然已经确定小女孩的死因 是休眠舱灌入海水 但在雷普利的请求下 医生还是进行了尸检 可结果却显而易捷 小女孩的肺部充满液体 确实是死于溺水 就在这时监狱长 带着他的小跟班亚伦来到了这里 因为擅自解剖尸体违反规定 监狱长对此非常不满 好在医生解释解剖尸体 是为了公共卫生着想 目的是确定对方 有没有携带威胁基地安全的病毒 要是基地的25个犯人被传染 监狱长也不好交代 所以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于是转而警告雷普利 不要四处下降 因为这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让囚犯们产生邪念 可雷普利却并没有将监狱长的忠告放在心上 他更加担心被腐蚀的休眠舱 尽管事件结果也没有找到异形存在的证据 但为了安全起见 他还是要求将小女孩的尸体和希克斯的尸体火化 同样以传染病为由 医生帮忙说服了监狱长 显然看到雷普利慌张的表情 他意识到了什么 可就在进行火化的时候 雷普利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之前将逃生舱残骸拖上岸的其中一头老牛 回到基地后就突然死掉了 两名囚犯在处理尸体时 发现了暴敛虫的尸体 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当两具尸体火化完成之后 寄生在老牛尸体里的异形也破毒而出 或许是因为宿主的不同 这只异形的外观也有所变化 小异形迅速离开现场 看来这里又免不了一场灾难 而雷普利为了让自己安全一点 也不得不减去心爱的长发 把自己变成一个假小子 可尽管如此 当他出现在犯人们的面前时 还是引得所有犯人们躁动不安 清一色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他 仿佛下一秒就会发生难以控制的事 殊不知雷普利也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 这些男人跟异形比起来简直不知一体 好在犯人们还算克制 监狱长所担心的事情目前并没有发生 但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里 却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首先遭殃的便是一个清理通风管道的犯人 他突然发现地上有一张黏糊糊的东西 这正是异形退下的皮 犯人只觉得恶心 于是便随手一扔 可他又发现旁边有一个破洞 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 犯人好奇地俯身查看 只见异形就蜷缩在那里 还没反应过来 一口致命老痰便秃在他的脸上 剧烈的疼痛顿时让他痛苦惨叫 挣扎中滚向一旁的风扇 直接被绞成了肉脑 很快就有人发现了犯人沾满通道的碎肉 经过对现场的查看 大家都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 只有医生发现了异常 那个洞口被腐蚀的痕迹 跟休眠舱上的一模一样 而此时的雷普利 却独自一人来到逃生舱 拿出了里面的飞行记录仪 他想知道飞船出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突然医生也来到了这里 并且把发现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种种迹象表明 雷普利所担心的事情是真的 但在没有查清楚之前 他也不想多说什么 当务之急是找到一部语音电脑 读取出飞行记录仪里面的内容 但由于基地里没有这玩意 雷普利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主教 于是他来到垃圾场 翻出了主教残缺的上半身 打算带回去抢救一下 可正要离开时 却被几名囚犯挡住了去了 显然他们试图对雷普利图谋不轨 想要释放一下压抑已久的天性 四名壮汉一拥而上 瞬间就将雷普利制服 就在他们准备为所欲为的时候 囚犯中的老大狄伦及时赶来 阻止了他们的龌龊行为 在这个基地 除了监狱长以外 狄伦可以说是地位最高的存在 他是一个有原则的男人 也绝不会允许自己下面的人乱来 经过一番友好交流 囚犯们瞬间就老实了 而被救下的雷普利 第一时间就来到医务室 给主教插上电源和飞行记录仪 成功修复了他的部分功能 读取出记录仪里面的内容后 主教把飞船发生事故的原因 以及飞船内出现异形的记录都说了出来 不仅如此 异形还跟着他们一起坠落到了这颗星球 因为记录会自动传回公司总部 所以公司也知道飞船上的所有事 随后在主教的请求下 雷普利帮他切断了电源 与此同时 三名囚犯在基地里工作时 又遭到了异形的袭击 看到用来引路的蜡烛被风吹灭了 为了防止迷路 其中一名囚犯准备过去将蜡烛点燃 不料刚走过来 旁边的塑料桶又莫名被打翻 囚犯好奇地走过去查看 却听到水滴滴在地上的声音 殊不知只是异形流下的口水 经过几个小时的为所发应 此时的异形已经完全长大 只听到一声惨叫 囚犯被当场撕碎 等到另外两名囚犯闻声而来 只看到残缺不堪的尸体 两人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 躲在暗处的异形就再次发起攻击 仅剩的一人健壮赶紧逃跑 最终就只有他侥幸存活 可由于这个名叫格力的囚犯 本就患有精神疾病 导致大家都不愿相信他说的话 还把他锁在了病床上 此时正在隔壁的雷普利听到他们谈话 立刻出来表示他说的话是真的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那就证明异形真的存在 雷普利也不打算隐瞒下去 向大家坦白地有关异形这个恐怖外星生物的所有事情 可除了医生以外 在没有见到异形之前 监狱长和亚伦依然保持怀疑态度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监狱长还是询问雷普利 他们接下来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怪物 雷普利立即表示需要武器 最好有坦克飞机装甲车重型机枪和导弹 否则大家都会死得很难看 可监狱长却傲娇地表示都没有 因为他管理监狱的宗旨是全靠囚犯们自觉 所以并没有配备任何武器 只有做菜用的菜刀和消防服 这下彻底完了 用冷兵器对抗异形 无疑是厕所里打登陋 但监狱长却不以为然 随即便叫医生把雷普利送进医务室 以防止他到处散播恐慌 回到医务室的雷普利突然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可就在医生准备给他来一针石 没想到异形竟然杀到了这里 毫无察觉的医生被当场抓住 就这样领到了自己的盒饭 雷普利吓得蜷缩在角落 可奇怪的是 走过来的异形只是闻了闻 却并没有伤害他 拖着医生的尸体就消失在了通风管道 逃过一劫的雷普利赶紧跑向餐厅 把医生死亡的消息都告诉了大家 但监狱长依然直立不悟 殊不知异形已经顺着通风管道来到了餐厅 不信邪的监狱长用自己的死 终于向大家证明异形存在的事实 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坏了所有人 这些穷凶极恶的犯人也开始变得恐慌 唯一有过与异形战斗经验的雷普利 只好站出来主持大决 通过基地的建筑平面图 和一个用来堆放核废料的废弃仓库 雷普利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 那就是利用燃料 将异形从通风管道赶进仓库 把他永远困在里面 这个仓库坚固无比 他肯定跑不出来 在雷普利的安排下 囚犯们立刻行动起来 开始往通风管道里刷燃料 按照计划 他们需要留下一条通道 只要将燃料点燃 异形就只能往仓库的方向走 计划虽然很完美 但在途中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 躲在暗处的异形 突然朝一名囚犯发起攻击 导致他手中掉落的燃料 也被意外点燃 熊熊大火瞬间让犯人们死伤过半 也让计划被迫中断 异形趁乱发起攻击 盯上了一名囚犯 绝境之下 伟大的囚犯挺身而出 选择牺牲自己把异形引向仓库 雷普利赶紧上前把钢门关上 狄伦也迅速按下按钮 打开消防水管将火浇灭 众人都陷入了巨大的悲伤中 但好在一切都已经结束 现在只要等待救援到达 用他们的武器把异形消灭即可 可经历了之前的事 雷普利却担心公司根本不会把异形消灭 而是要把异形带回去研制生化武器 为了确定自己的猜想 雷普利带着亚伦来到通讯室联系救援队 果然跟他猜想的一样 救援队不允许擅自处理异形 必须要等他们到达以后 看来公司对异形依然执着 然而此时所有人都不知道 患有精神疾病的葛利会让他们的努力化为炮灵 他不仅精神有问题 而且还有点变态 自从看见异形以后 就对异形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得知他们已经把异形关在仓库 葛利先是忽悠同伴莫斯将自己松绑 然后又趁莫斯不注意将他打晕 为了再次看到异形的样子 葛利来到仓库门口 丧心病狂地杀害了看门的犯人 接着打开仓库门 把异形放了出来 而他自己也得偿所愿 死在了异形的手中 雷普利这边本想跟迪伦商量除掉异形 不让公司的阴谋得逞 结果却收到异形已经逃走的消息 等到他们来到现场 只看到地上的尸体和打开的仓库门 因为莫斯私自放走葛利 亚伦和他吵得不可开交 但一旁的雷普利 却感觉身体有些不对劲 他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悄悄来到逃生舱 想要进入休眠舱里检查一下身体 发觉异常的亚伦紧随其后 在他的帮助下 雷普利对全身进行了扫描 可结果却让两人大吃一惊 雷普利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寄生 身体里竟然有一只异形宝宝 他瞬间崩溃 怪不得当初那只异形没有伤害他 而且根据外观来看 这只异形还不是普通的那种 而是能产卵的异形女王 更糟糕的是 扫描后的数据已经通过电脑传到了公司 正在赶来的救援队也知道 雷普利成为了他们的首要目标 要是自己和异形女王落入公司之身 肯定会被他们拿去繁衍更多的异形用于研究 到时候势必会威胁到整个宇宙的所有生命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 雷普利只好找到狄伦 将一切都告诉他 并且希望他能帮得忙 提前结束自己和身体里的异形女王 可最终狄伦还是不忍心下手 表示先解决那只异形再说 他要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很快狄伦就召集完所有囚犯 开始商量解决异形的办法 但此时的囚犯们已经彻底失去了斗志 不愿意再次冒险 认为应该等救援队前来 把异形交给他们处理 可雷普利却给囚犯们泼了一盆凉水 因为公司根本不在乎人命 更何况是一群犯人 他们只在乎那只异形 甚至为了得到他 可以牺牲这里的所有人 同样的事情雷普利已经经历了两次 不管是公司的矿工还是雇佣军 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囚犯们听后顿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直到狄伦站出来说了几句慷慨激昂的话 他说反正都是一死 还不如和异形大战三百回合 让自己死得轰轰烈烈 不要像诺夫一样下跪求饶 此话一出 囚犯们再次燃起斗志 同时还在狄伦的带领下 想到了一个杀死异形的办法 因为这个基地是一个筑牵场 有一个巨大的模具 只要把异形引入模具中 然后倒下上千度的牵水 就能将他杀死 机会只有一次 这一次他们绝对不能失误 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执行起来并没有那么顺利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 但当异形真正出现时 囚犯们还是避免不了慌张 因为异形的速度实在太快 稍微慢一点就会被追上 在带着异形往模具里引的时候 大部分犯人都因此领了盒饭 而且这只异形还挺聪明 似乎意识到前方是陷阱 有几次都突然折返了回去 根本不安套路出牌 没过多久 在异形疯狂的袭击下 很快就只剩下了雷普利几人 眼看莫斯也命悬一线 不用担心自己会受到伤害 利用这一点 雷普利大胆地抓住异形的尾巴 试图强行将他拉走 只可惜力气太小并没有什么用 看到雷普利如此拼命 狄伦赶紧上来将他拉开 没想到却被异形误以为是在伤害雷普利 看到异形紧张的样子 两人选择将计就计 就这样把异形引到了模具陷阱 而莫斯也迅速爬到操作台做好了准备 但能飞檐走壁的异形 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待在里面 当两人准备爬上去时 当狄伦被异形扑倒时 莫斯也含泪打开开关 将炙热的铅水倒了下去 很快狄伦和异形都被吞没 整个模具也灌满了沸腾的铅水 可两人还没高兴几秒钟 那异形竟然从铅水里跳了出来 就连雷普利也没想到 这只异形的生命力如此强大 眼看对方朝自己扑来 雷普利赶紧往上爬 关键时刻聪明的莫斯提醒他 异形的体温此时非常高 叫他打开上面的洒水器 雷普利瞬间明白了莫斯的意思 果断抓住提炼打开了开关 随着大量冷水倾泻而下 被灵中的异形也因为巨大的温差 身体直接发生了爆炸 异形终于被解决 可赶来的救援队也在亚伦的带领下找到了这里 带头人长得跟主教一模一样 但他并不是生化人 而是制造主教的博士 博士向雷普利承诺 只要跟着他们上船 就会将他和异形女王分开 然后把异形女王处理掉 雷普利也可以回地球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雷普利怎么可能相信公司 之前发生的事情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于是他果断选择拒绝 并且关上了眼前的铁栅栏 眼看雷普利不听劝 博士只好强行动手 开枪打中了一旁的莫斯 亚伦看到这一幕 终于明白了雷普利说的话 公司为了达到目的真的可以滥杀无辜 愤怒之下 他扛起一根铁棍打伤了博士 但自己也被乱枪打死 被激怒的博士也不装了 恳求雷普利留下异形女王 因为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优秀生物 然而为了不让异形落入公司的手中 给世界带来灾难 雷普利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他要和身体里的异形女王同归于尽 跳进下方的熔炉 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雷普利再次阻止了 维兰德公司的疯狂计划 而这个基地也被永久关闭 最后只有莫斯被他们活着带了出去